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几个地区我们要带你来特别注意了 包括了在新加坡 因为国际会议出现了集体的感染 现在新增了两例来到了30例 要注意这个跨国会有100位员工与会 这里头还有台湾人 这会不会是下一个重灾区呢 而重中之重就要说到公主号邮轮 在一夜之间增加了41个人确诊 现在全球确诊人数已经比疑似个案都还要多了 而在台湾也激增了5起总确诊人数达到16人 有三个确诊个案这是新增的 所以我们原来到13个现在有16个 研判是在这个飞机上密闭的空间 感染的可能性最高 另外一个个案 它是在1月21号到1月24号到澳门去游玩 好 这五位新增的确诊病例 有三个人是没有武汉接触史的 但是有去过港澳旅游 这也是第一次我们看到飞机上感染的案例 其实说到了运输密闭空间 当然就是疫情不定时的炸弹 像是公主号 会不会这两天还会继续的大爆发呢 其实在游轮上有3700多人 只裁剪了273个有发烧有接触的样本 没有想到我们做了这个检验之后 这个结果出炉从第一天的10人 第二天的10人 到了第三天又暴增41人感染 你可以看得出来是四个人就有一个人感染到 那么现在3000多人都还在船上 后续还在隔离 会不会有更多的确诊人数在爆发出来呢 现在昨天新增的几个案例 是让我们比较担心的 因为其中有两起 它是在香港转机然后前往意大利 它没有进入中国大陆任何的城市 甚至没有进入到香港这个城市里面 所以现在到底是说它是在机上感染的 又或者是它是在转机的时候感染的 如果说在机上感染的话 那就可能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说 以后我们的航空器 民航机落地到台湾以后 会不会产生像这一次的邮轮事情一样 我们不知道说这个飞机里面 是不是以后变成说都是要百分之百检疫 因为在有一些病征还没有出来的时候 你光是在国门用发烧的方式来检疫 有时候并不是那么精准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要首先去厘清 就是这两位可能的感染地点是在哪里 如果是在香港机场转机的时候 那我觉得大家还不用那么恐慌 因为那个就是发生在那个转机的时候 可能刚好你在同时间等机的人里面 有相关病史的人 可是如果在航空器上的话 那你就要去追整个航空器里面的 所有每一个人 他是从哪里来的 然后为什么他会上了飞机 然后又会传染给机上的其他人 那同飞机的其他人 回到各个地方去以后 都要去追踪管理 所以我觉得现在当然传出来说 他应该是可能在机上感染 如果在机上感染 那麻烦就比较大一点 所以我觉得传染病 可怕的不是病 每一种病都是去治疗 没有人希望生病 然后去治疗个案 但是传染病可怕的是传染 所以要如何去控制传染病 就是要把他这所谓的感染链弄清楚 第一个来源 第二个他的接触史 跟他的生活轨迹 所以每一个 目前台湾的防疫工作 为什么大家觉得做得好 是因为我们目前新增的16个案例 每一个你都可以找到他的感染源 从哪里来的 然后他回到台湾 又接触了哪一些人 当你这样控制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问题局限住 但这个案例 其实我觉得没有那么担忧 我不要担忧的是钻石公主号 钻石公主号是我从1月到现在 唯一觉得这可能成为台湾的防疫漏洞的一个案例 为什么 因为钻石公主号 我们不知道说 当他们1月31号从基隆登案的时候 有多少人身上可能已经有病毒了 然后他在台湾接触过哪一些人 譬如说有40几辆的小黄计程车司机 他们已经说他们可能载过这些客人 还有游览车 如果2000多个人全部下船的话 预估要60辆50几辆到60辆的游览车 那这些游览车司机 目前我们是不是都找到了 然后他们是不是在这一批客人之后 还有在别的客人 那这些司机 他们目前的健康状况怎么样 然后再来第二个是 你知道观光客来 如果他是在中正纪念堂中 开放式的场合 这下去走的话 危险没有那么高 其实没有那么高 但是如果他们有曾经经过 进去过一些奥迷亚家礼品店的时候 他跟服务人员就会有一个 面对面的交谈跟接触的过程里面 那这个风险就稍微高了一点 因为就可能会有口莫的问题 因为他们曾经面对面的相处 甚至爱讨价还价 甚至挑东西等等的 所以我觉得现阶段最好的方法 就是曾经接待过这一批观光客的 你要自主性的去申报 不管你是服务人员也好 或者是游览车司机 或者是计程车司机 你主动去申报 为什么 1月31号 如果算去潜伏期的话 它目前可能完全没有争装 所以这一波的警报 大概会到2月14号的时候 才会明朗 如果2月14号都是safe的话 那台湾这一次还算 就已经没有漏洞了 目前为止 但如果2月14号 我们发现了一个 就是社区感染 也就是说 我们抓不到来源 它是进入了里面以后 那才是台湾真正的考验的开始 目前我们看到说 9份去消毒或是什么 其实说真的啦 昨天我跟一个感染科的医生说 那个是消毒心安的 因为在户外的病毒 其实经过那么多天早就死了 你怕的是说已经有人被传染 到人的身上 可是你不知道那个人是谁 所以我觉得现在疾管中心 可能已经开始在调查 就是钻石公主号 整个专案 它曾经接触过的人 还有这些人 又接触过了哪一些人 这下船之后的轨迹 其实现在又陆续的来跟踪 但是在船上的人也很焦虑 因为你看到一艘船 它不断的不断的在新增案例 这上头很多都是老人 如果一旦得了肺炎 其他的人是不是要继续来重新计算 他们14天的隔离期呢 所以在上头的人 其实现在很担心会不会永远都离不开 日本很冰 确诊的例子就增加了 这个我找的完全不意外啦 那么接下来还会要减啊 那我想还会再增加 老人多 小孩子很少 这样子 所以这很大量的老人 才是真的很杀脑筋的 现在船长在广播 有没有听到 发口罩 一个房间发两个 我想意思就是按人头发吧 昨天第一次发 对 昨天第一次发 有放风他才发吧 好原本应该是豪华游轮 现在变成了海上大型隔离所 的确哦 这艘船现在已经有很多很多的确诊病例了 那么感染的源头 大家说呢 是香港的80岁的老翁 他是第一个确诊感染的 但是你要看哦 他其实是在1月20号上船的 但是在1月17号 他已经到东京 已经在玩了 三天的时间在日本走透透 感染多少人了 还有船上有61个人确诊 是被老翁感染的吗 还是下船之后被人感染的 现在跟淑慧刚才讲 我们其实源头 我们通通的都不清楚 1月31号他还来到台湾 行程就是在香港之后 我们刚才也讨论 这个下船之后的轨迹到底去哪里了呢 甚至他们还叫了40辆计程车 司机在哪里 这计程车后来又载了多少人 恐怕是现在我们需要密切来关注的源之人 对 就是这个邮轮有一个漏洞 就是他们从哪里上岸 然后上岸之前去过哪些地方 然后上岸 然后上船之后又到了哪些地方 你比较 因为靠岸的东西太多 地方太多 所以你比较难去追踪那个感染源 比如说以这个老翁来讲的话 他在日本上船之前 他在日本已经玩了一段时间了 那请问一下他是在哪里被感染 还是他是在船上被感染 你通通都不清楚 这是一个追踪来源的一个 我觉得一个比较难掌握的地方 那第二个是我们可以看到 这公主邮轮 钻石公主邮轮 他在日本的港口一直没办法上岸 那大家全部被变成一个大型的隔离所 但是各位应该知道说 邮轮上面的环境 第一它是用中央空调 中央空调就很容易 假设有病毒的话 就是大家都会共享那个空隙 那第二是说 大家都是密集的在同一个空间里面 那先不要说他是隔离 隔离之前还又发生这个事情 大家在玩的时候 一群人在赌场 喊得很高兴 然后又一起吃饭 一起生活 一起喝酒 对 所以其实这游轮的确是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漏洞 那我们现在也才 我们政府现在也才发现到 过去我们对于航空器的管理 非常严格 你进来你要填那个健康声明表 当然也是有漏洞 但是至少是比较严谨的 健康声明表 然后机关署会通报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再去看看 他有没有落实居家隔离 可是轮船好像这一块 好像完全就放掉 他们上来那时候没有症状 就让他们跑跑跑跑跑跑一两天 然后再回到船 接去下一个地方 那他上来的时候 40多台计程车 带他们到各地去 你也不知道他到哪里 有的人说是到101 有的人说到九份 有人说是到基隆的庙口 每个人到去地方也不一样 然后中央发现说 有这个事情的时候 他也没有主动去通报地方政府 说要进行后续的处理 比如说新北市他有到九份 那也是新北市政府 看到新闻之后赶快去消毒 当然你说消毒到底有没有用 但至少是一个亡羊补牢的动作 那中央连通知都没有通知 所以完全就仰赖地方政府 自己决定要做还是不做 那新北市政府是去消毒 基隆市政府也是去消毒 可是很多人也跑到101 跑到故宫 台北市政府就没有做任何动作 那他们的考虑点当然是说 怕说如果大规模的去做消毒 或者是做一些处理 又会影响到旅客到故宫 跟到101的那个意愿 大家会害怕 那就变成说各地方不同掉 所以我觉得整件事情 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中央政府 因为防疫毕竟是中央的权责 防疫自动作战 应该是中央直接指挥 订定一个比较明确的SOP 面临到这样的状况 应该怎么办 地方政府应该要怎么去配合 否则的话 这个邮轮这个事情 的确是会引起大家的一些恐慌 那再来就是 我有看到很多人 他还是持续要 还是有抱团 就虽然说已经取消了一些团 那个船取消航线 没有继续去玩 可是还是有人要去参加 就说你都已经看到 这个是这么能防闭的 你不知道你跟你在一起的人 是哪里来的 他是潜伏期 还是他是有没有来自于疫区 你都不清楚 然后跟一堆人 外国人这样生活在一起 其实会真的是会有很大的风险 那我们政府现在有一些应变说 是还没有弄得非常的明确 好比说保平信号 明天就要进来了 他有1000多人 那其中20多个人是外国人 那本来的想法是说 这20多个人到了日本之后 就让他去上岸 然后再把本国人 再让他入境 但是现在那20多个外国人 好像日本也不让他上岸 那明天活来之后怎么办 现在说他会不会变成一个 海上的人囚 所以这件事情也是一个 很伤脑机的地方 好 到底会不会变成人囚呢 不过我们现在就来看到 的确1月31号防疫的疏漏 现在如临大敌 要把所有的疫情阻绝在境外 会不会出现我们像刚才原子讲的 很多海上的人囚呢 我们来看看 在保平号的人 已经有在不断地说 好想回家了 我们是保平星号地星游轮上的游客 目前我们在纳巴的海上徘徊 请台湾有关单位 重视船上的1700多位的群衣 我们要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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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已经在海上回转了六次了 每次看他转的时候 心情就很忐忑 所以我们现在很想知道 台湾的政府到底要 那我们怎么办 什么时候要给我们回去 到底要给我们回去 还不给我们回去 然后另外我们现在在船上 都看不到船上任何的决定 那希望能够提早让我们知道 好 保平星号到底回不回得来呢 现在终于获得台湾港口的入境许可 全速的在回航当中 不过已经在日本海上漂流了 十几二十个小时了 好 原本大家在关注的 这二十九位外籍旅客 最后是不能够在日本入境的 那么如果真的回到台湾之后 这二十九位旅客能够入境吗 现在台湾政府该怎么做 嘉庆 不但是这二十九位的外籍旅客 能不能上岸 甚至是说我们的台湾人士 如果说他船现在是准他靠码头 但是准他靠码头跟准不准人下船 是两码事 也就是说当他们今天如果靠岸之后 我们是不是有医疗人员或是救护单位 会上船去做防疫检疫的相关动作跟流程的时候 后续怎么安排 今天我们没有看到疾管局 也没有看到卫福部给我们明确的答案 我们甚至不晓得相关单位 他们有没有这方面的复案 如果有的话应该赶快拿出来 让大家心里头至少有个谱 也有个底 你看得到我们刚才那些 我们自己台湾同胞在船上喊要回家 为什么他们会担心 因为就是有几百个台胞在武汉 而我们的政府不接他们回来 有这样的例子 人家在海上当然知道 现在手机一看就知道 为什么我们台湾人自己在武汉沦陷 政府不让他们回来 而且陆委会 海基会 行政院长 都还把话讲得这么高 这么大就是不让人家回来 实际上你对自己同胞照顾的能力 就是已经被打问号 甚至大家就是已经开始 对你政府的处理相当不满 一千七百多位的我们台湾人 现在在海上 准他靠岸 但能不能上岸呢 那如果不能上岸 我们想问一下 你要上去多少医护人员 跟服务人员 才能把这个人心稳定下来 在一艘船上 那不是简单的事情 如果有其他衍生的困扰 我们现在政府有复岸吗 为什么大家都不知道 那现在的政府 苏院长他只管一个东西 他天天要告诉你说口罩没有缺 可是口罩真的没有缺吗 我们真的每天能够像他说的 生产四百万片口罩吗 我跟大家报告 我有一个朋友就在台南做口罩 他说松井贷已经没有了 也就是说你不可能拿胶带 把自己的脸黏住吧 也就是说你挂在耳朵 后面的松井贷已经没有了 实际上他工厂已经出不了货了 那经济部有把这个消息揭露出来吗 经济部现在还跟我们说 不要担心没有部支部缺乏的问题 我们是部支部的大国 没有错啊 但是你管制口罩 你没有管制部支部啊 你能管制所有部支部不出口吗 这些部支部做出来 都是销往全世界的各大工厂去啊 那你台湾自己没有留下来 你到时候零件 口罩的零件缺部支部 又缺松井贷 那你等于没有啊 你管制等于零啊 因为你就是生产不出来啊 那现在这些方面 政府连口罩都已经出现这么大的漏洞 其他防疫的东西我们真的不敢想 比如说我们自己是先进的医疗国家 我们以往的疫苗都能够很快速的产出 到现在我们没有看到任何针对武汉肺炎 台湾方面出来告诉你说 中研院现在进度到哪里 台大医院现在进度到哪里 荣总三种进度到哪里 都没有听到啊 为什么没有 政府没有这方面启动吗 没有相关的机制启动吗 为什么你现在这么无能 为什么你可以这么不打 不把人命当回事 你只想要把说 染病的不要来 全部不要接近 全部在外面 隔绝于境外 你台湾真的能够真空 真的能够无菌吗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 所以现在只能把这1700多人 都关在这个船上 相信他们回来之后 一定要先隔离14天的时间嘛 但问题是 其实在这艘船上很可怕的是 有40多人有大陆的旅游室 而且开船的全部都是大陆人 刚才原子讲说在游轮 其实感染风险是非常高的 专家也这么认为是密密空间 这些人都在船上 会不会导致这1700人 反而全部都集体感染 这恐怕是后续还要关心的 那么刚才我们讲到这个口罩 口罩买不到 这乱象还在继续 这个大众运输系统为了避免传染 也在酝酿要执行 没戴口罩 你就不能够上车的规定 问题是现在 请问你买得到口罩吗 这个实名制买口罩的乱象 还在持续的发生 包括了系统当机 开买扑空 这样排队有人在担心 会不会排队买口罩 反而爆发了群聚感染 而且这么幸福排队 每个礼拜就500多万人 是买得到口罩的 也就是说全台湾 有1700万人 都还是买不到口罩 现在医疗场所的 清洁人民就成勤了 他们常常要接触 大量的医疗废弃物 问题是他们一照难求 当这个防疫变成是 人人都有可能的时候 其实这个防疫 到处看起来都是动 所以这种完全 以前没有出现过的病毒 本来它对全部的人类 就是一个考验 也很难说 它只是特别考验 哪些国家或哪些地区 或哪些人的能力 只是在这样的一个 全部都人人自为的情形下 我觉得目前在有限的资源 有限的生产能力 有限的医护人员的时候 其实往往就是需要 专业的了解以后 排出优先顺序 那口罩我觉得 很不幸的发展到今天 所谓口罩之乱 就是第一时间 刚才嘉庆讲得对 第一时间 苏贞昌院长 把所有的重点 就去画在口罩上 结果显然在这次防疫里面 就画错了重点 因为老实讲 如果我们不是在第一时间 把所有大家的注意力 都在说 我能不能取得口罩之后 口罩也许分配的 可以比较合理一点 因为现在说实在的 到底什么时候 应该要戴口罩 到底什么时候 不要戴口罩 第一时间 整天恐吓你说 你非要戴口罩不可 然后之后发现 口罩不大够了 又说你不应该戴口罩 做错误示范 那其实这个标准 从专业角度来讲 并不是很困难 像台湾目前是一个 还索性的 这个奥弥陀佛 还没有爆发 社区感染的一个地区 其实大部分的时候 真的我们必须 不要一再地强调 普通的 没有社区感染的人 通通都在抢口罩 你继续这样下去 只会让这个问题 进入无解 你必须要把口罩 先保留给几种人 那刚才讲的 我觉得今天 我们这个节目很好 有特别注意到 就是在医院的 处理医疗废弃物的 清洁人员 其实他们是 非常需要口罩的 他们是弱势 他们的风险 跟实际的 第一线的医护人员 差别并不是很大的 可是你现在 保留的口罩 你只给 第一线的医护人员 你没有去给 这些清洁人员 不要说 这些清洁人员 心里忐忑不安 它马上也会变成 我们现在防堵的 不就是希望 不要变成社区传染吗 那它变成了一个 很显然的 潜在的 高风险区的 社区感染漏洞 这样怎么行 那我一直觉得 当然我也认为 我们现在这个防疫 只为 陈时中部长 他是真的非常辛苦 尤其是他留下了 几滴泪之后 实在是让大家看到说 这背后的心酸 但是我也不得不指出来 我觉得这次行政院 在整个做防疫体系的时候 完全可能没有真正作为 这个陈时中的后盾 让他调度很多资源的时候 只能在他部里面调度 我为什么这样说呢 现在的所谓的 这个实名制买口罩之乱 昨天我看到新闻 我觉得那个卢秀燕 台中市长 卢秀燕讲得很不错 他说你这个口罩 为什么只能够让 那个健保局 中央健保局所 所特约的那个药局 可以买呢 你为什么不分配 让我们地方政府的卫生所 可以去处理 事实上 卢秀燕作为一个地方市长 他讲了一个最正确的话 其实现在你要全台湾 做好防疫 你做了优先顺序 谁最有能力处理 各地方的需求 其实是地方县市首长 跟台湾已经做得很好的 地方社区的医疗体系 那陈时中 为什么他们决定 这个口罩分配的 按照什么基数偶数去买 只能够叫做健保局的 特约药局 弄到现在每天 大家都在传资讯说 来来看看我们这区 有哪些什么等等的 然后而且呢 他又相当的隔得很远 大家又不太熟悉 所以很可能 你为了要去那个地方 你又这个交通不便 而且为什么卫生所 比较不会发生 他这个什么大当机的 这些问题 因为很简单 我们的卫生所的 那个电子化政府的 网络连线早就都做好了 各县市政府 每年都接受评比 早就都做好的 你不让它去处理 你不让它去发 你不透过邻里长的系统 结果你就会弄成到今天 这样的一个感觉 中央非常的吃力 可是地方觉得 那到底我应该怎么样 好好的来做好 我防疫的工作的这个落差 卫福部现在不管是说 每人限购三片 或是实名制 他都是想要安抚 买不到的人的心情 让大家不要去抢购 但是他一直没有去解决的是 需要的人买不到 需要的人不够 好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